大家好,欢迎关注《言之早早》,我是罗言 今天下午,中国奥委会发表了一则公开声明 拥护中央饭圈论项的整治的专项行动 号召咱们运动员不去参与组织明星后援会 不发起或者参与各类话题 坚决的去杜绝饭圈论项向体育领域的蔓延 中国体育界的态度可以说是非常明确了 向饭圈说不,正当其实 有体育的地方,有体育迷 这本身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 但是就在这几年,除了传统意义上的 这种体育爱好者之外 体育饭圈也悄然的滋生 大到奥运会、亚运会、全运会 小到单向的锦标赛 这种味儿越来越不对 樊振东参加全运会 机场的这种混乱的风波刚刚平息 汪顺回家,又在路上被人强行的扣了帽子 包括之前个别的一些知名运动员 甚至说形同娱乐明星 樊振东说过,希望大家喜欢支持作为运动员的自己 但是赛场之外,自己也是普通人 其实你追星可以,但是必须要理性 要尊重运动员的个人权益 更要避免这些令人瞠目结舌的行为 运动员靠的是流血流汗和科学训练 拿成绩说话 我们不排斥运动员的个人魅力 但是他们赖以赢得观众掌声的 是那种拼搏进取的体育精神 不是职业粉丝那种容不得一己的那种盲目的崇拜 如果在掺杂了资本和金钱的因素 足以毁掉运动员的职业生涯 所以,如果说你真的喜欢某个运动员 就去了解他的项目 积极地投身体育运动 别把饭圈里的那种有的乌烟瘴气的东西 带到体育圈来 感谢观看